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来讲一下刚刚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 以及我个人对2019年美中贸易战趋势的发展的一个预测 以及我对2019年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危机的一些判断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知道 在去年的12月1号 那么川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峰会上 达成了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协议 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希望美国把25%的关税 这个增加的时间往后推延 于是在阿根廷峰会上 有传言说习近平他花了45分钟的时间念清单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全面向美方低头的姿态 换来了川普给中国政府最后三个月的期限 给中共最后的一个通牒 那么实际上原本是在1月1号 2019年的元旦将25%的关税加征上去 那么现在的延迟到3月2号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算 虽然说是有90天的休战期 但实际上只延迟了60天 那么从12月1号开始到3月2号 刚好是三个月 也就是90天时间 这90天时间里面 按照当时口头的协议 一定要对于贸易的问题 美中之间要进行谈判和磋商 如果在这90天内没有达成协议 关税将会如期的开征 那么果然刚刚过去的1月7号 8号9号的三天里面 美中之间进行了第一轮的低级别的谈判 那么这个低级别的谈判 实际上是为了刘鹤访美 进行高级别的谈判 打一个基础 先要把一些框架的东西 和具体能谈什么 在这一轮谈判中 要一个摸一个底细 那么这次美方代表团到了中国 进行了谈判 那么这个谈判的时间 比我们预期的要多了一天 原本是在7号8号 结果到了9号还要继续谈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首先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 但是单单从延长一天来看 还看不出什么 只能说明 美中之间 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议员 要继续谈 好像没有把话讲完 那么 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一天呢 那么这个 显然就是说 美中之间 它都有达成协议的一个 强烈的议员 但是事实是不是非常乐观呢 那么 现在美中方方的 已经公布了各自声明 那么这个声明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都没有 谈及太多的细节 尤其是美国的声明的 具有实质的代表意义 因为中国的声明呢 当然 它为了国内民众呢 它肯定是 要讲一些虚的东西 那美国的声明呢 比较实际 那么它主要讲了一些 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大概意思 就是说呢 美中之间呢 就一些 这个贸易平衡上 数字上的 数量上的问题呢 达成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同时第二个方面 他就说了 在结构性变革 那方面的问题呢 进展了 非常的困难 我们关键就看第二个意思 他虽然前面说了 对中方立即采购 美国商品这一部分呢 在这一轮谈判当中呢 基本上达成了很大的 一个共识 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个其实并不出我们的意外 但是美中之间 为什么会把贸易战延续到今天 主要还是因为 美方要求中国的是一个 结构性的变革 这个结构性的变革 包括停止知识产权的强制转让 停止知识产权的盗取 停止网络攻击 黑客间谍 以及开放市场 全面开放市场 这一部分呢 历来是中共不得不 不想去改变的一个部分 那么显然在这次声明当中呢 他也是同样提到了 进展非常的困难 分歧依然巨大 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阿根廷峰会以后 川普的一些推文 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人 他喜欢好大喜功的吹 有吹牛大王的那个绰号 那么他的吹 其实他在12月1号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确实他的吹牛呢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几乎每天的推文都会 时不时的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推文就时不时的吹捧一下 美中世界贸易进展的顺利 经常会说这些话 我跟中国的谈判 进展非常顺利 我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 非常良好 我们相信一定能达成协议 他的推文啊 已经感觉像一个老年人 他已经有点说过 已经不停的背了一样的 不停的反复的说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次美中贸易谈判前呢 川普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发推的状态 那么可以看出呢 川普呢 对于中共呢 在12月1号兑现的承诺呢 恐怕呢 是有充满了很大的希望的 因为我们在12月1号的那天的时候呢 刚结束的那个阿根廷峰会以后呢 美国的这个一个白宫官员 他就表示了 因为过去呢 习近平主席没有出面 所以呢 美中贸易进展之间呢 他的进展非常的缓慢 那么在12月1号以后呢 习近平主席他出面了 所以美方呢 觉得呢 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我 是中国的老大 既然他出面 他不要答应 妥协 那么 美方就认为了 中国呢 这回呢 肯定是有戏了 有戏按照美方的要求去妥协了 所以在这次贸易谈判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推文 他经常是不停的赞美 两国之间贸易进展的顺利 但是这次谈判之后呢 白宫发表的声明当中呢 并没有太多的欢乐 可以说 如果按照这样的意思去理解呢 可以说用失望两个字 去概括 也不为错 因为总不能发表太失望的话语吧 但实际上在政治上的没有 在政治的谈判上 没有太大的具体的细节和进展 爆出来 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实质进展 或者说用失望来代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川普的推文 川普呢 直到现在为止呢 他没有像过去一样呢 表现得非常大的惊喜 欢快 按理说 如果这次贸易谈判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美方非常的 开心的话 美方非常满足的话 那么川普在这次贸易谈判之后呢 他的推文啊 应该会发得更加的 吹牛 因为之前 在谈判之前 川普都已经说了 我相信我们很快能达成嫌疑 那如果这次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他一定会爆出来 去炫耀一下自己的成果 因为按照川普的性格 他就是想炫耀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 可是在这次以后呢 他反而没有像如期的一样 去大力的炫耀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因为我说过 正常情况下 这次贸易谈判 取得了进展 他一定会比之前几次 更有实质性的炫耀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川普本人呢 也没什么好说 并不对这次谈判 表达非常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信号 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北京时间 7月8号这个时候 美中双方呢 大家都在谈 谈到正激烈的时候 川普突然发了一个 非常短的推文 大家可以去川普的推特上看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一句话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 正在进行的非常顺利 就一句话带过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谈判的时候发出的 在谈判之前 川普在炫耀自己 很快能跟中国 达成协议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的推文都是很长的 但是在谈判 正在进行时的时候呢 川普呢 只发了一条很短的推文 就一句话带过 这说明什么呢 大家可以从心理学上去看一下 一个人如果他要吹捧 如果是只吹一句话好 还是把长篇大论吹好 那么如果他真的想炫耀一下 真的很满意的话 显然他可以长篇大论 按照川普的性格也是这样 川普呢 他很喜欢吹牛 如果他真的很满意 他应该在推文 他的字数上会发的比较长一点 这样因为字数长了 他才会啰嗦 啰嗦往往是一个人高兴的表现 但是他发了一个非常短的一句话 我们跟中国的谈判 正在进行的非常顺利 这就是有一种目的性了 他实际上对这个谈判并不满意 但是为了告诉大家 这个谈判没有谈崩 这个谈判我们依然是满意的 为了装 所以他也没有太多话 于是就很机械地说了这样一句短短的话 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 川普其实对这次谈判结果很不满意 或者说有点失望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政府的一些官员 尤其像川普总统这样一个位置上 他的说话 他往往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尤其在川普目前 他面临的国会 他对他那个建墙的问题上 严重的打压 导致政府 持续到现在 还依然属于关门状态 所以川普为了表现自己的一种成就 他故意要对美中贸易的进展 他要表现的进展顺利 以表现他自己的 在美中关系上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因为对他来说 负面消息太多了 那么体现他成就的东西 正好是跟中国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所以这也算是他的成就 他要体现出他自己成功的一方面 所以他只能这样去说 在美中贸易谈判进行的时候 于是他就发了这样一句短短的话 这也就是证明了 川普的内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贸易谈判结束以后 美国方面的声明 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 他主要是提到了 在结构性的谈判上 没有取得很大突破 甚至说是依然阻力重重 而是对于中国 怎样大量的去采购 这件事情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性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倒回 12月1号 中美两方达成了一个声明上去看 到现在绕来绕去 谈了那么久 他依然在谈中国向美国大量采购产品 这个数量上的一个层次上的一个贸易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贸易逆差平衡上的问题 这是贸易问题上最低层次的问题 到现在90天的期限 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 还在谈这些东西 但是当时12月1号 在白宫的声明当中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呢 是中国立即答应采购 大量的美国产品 这个东西是用立即两个字的 因为他在声明上用英文 用immediate 就这样立即来表示 既然用立即表示的话 这说明中国其实是答应美国 就从明天开始 我就开始产购了 这个就没有毫无悬念 不需要谈了 只是对于知识性产权 盗取 以及市场开放这些事情上呢 才会在90天内呢 中国表示呢 要好好的跟美国谈 于是川普呢 就觉得这回中方呢 让步非常大 立即采购大量美国商品 立即结束这个贸易赤字 然后就知识性产权呢 马上呢进行谈判 于是他才延缓了 这个关税加征的这个期限 可是我们看一下 这90天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 现在还在谈这个 这次贸易谈判 还是在谈 怎样让中国大量的去采购这个产品 并且呢 可以兑现的 并且有明确的采购期限的问题 什么时候开采购 采购量是多少 而且呢 据很多传媒报道呢 这次美国呢 还做了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在谈判当中呢 补充进去 要监督中国能够采购美国产品的一个日期 数量和具体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中国呢 虽然当时12月1号 说的是立即采购 大量美国产品 可实际上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还要在谈判当中 用美方呢 去监督它 怎样去 立即采购 什么时候采购 采购量具体是多少 这就说明一个结果 中国其实连最基本的东西 他也没有兑现 他12月1号那天 那天他是马上答应了 立即采购 可是这个立即采购的 到现在为止呢 反正放到了谈判桌上 变成了什么时候 具体什么时候采购 量多少 美方要求中国 写上去 那这回谈判 假使如果谈成了结果 也就是对于中国 答应的第一部分 进行了 一个谈判 一个监督而已 监督中国 第一个承诺 在12月1号谈判 这个协议当中 口头协议当中 还在监督中国 采购美国商品 这个东西 那更别说 已经一半的日子过去了 更别说后面 那知识产权谈判 有多少艰难 这个结构性变革谈判 有多少艰难 更不可能说 把这个市场开放给美国 这根本就做不到嘛 所以从这个 这一次低级别的谈判来看 它实际上表明了 中美贸易呢 这个谈判进展 实际上是非常慢 因为在12月1号 已经答应 立即采购的这些部分呢 应该是不放在谈判桌上的 已经说到应该做到的 但现在呢 将近一半时间过去了 现在居然在谈判桌上 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美方的声明说 是这个问题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其实不算进展 因为这个本身应该 中方兑现的 在白宫的声明当中 在12月1号当中 他用immediate这个词 就意思就是 我立即要采购 对吧 既然要立即采购 他居然还在谈 说明 美中之间贸易谈判 非常艰难 这个艰难的原因 也是我说过了 因为中国政府 他如果真的 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 那他是死路一条 中共他是无法撑下去的 会丧失他的领导地位 但是如果不拒绝 25%的关税加上去呢 中国的经济呢 将会彻底的完蛋 也是死路一条 这个就是一个 两难的境地了 所以对中共来说 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拖一天 试一天 最好通过这种方法 打太极拳的方法 不停地拖 拖到3月1号的时候呢 美国人呢 可以觉得呢 进展还是有的嘛 于是把这个日期再往后延 于是呢 中共呢 又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他更希望啊 川普呢 被国内的事情 打得焦土烂尔 那个时候呢 即便川普觉得中国 并没有诚心去对象他的承诺 那希望川普呢 也要 好像觉得 自己啊 要 为了自己的一些面子 达成一个口头上的协议 这对中国来说 对中共来说 不是最好机会吗 川普 即便他知道 中共不会兑现承诺 但是川普 他可能为了自己啊 弄点成就 想吹一吹 在3月1号前 他就把这个关税日期 又往后延了 那中共不是很好吗 所以中共现在打太极拳啊 不停地忽悠 不停地忽悠 尽可能地说 到3月1号的说 哎呀 我们已经有进展了吧 我们既然有进展了 那你再往后拖几天嘛 也不再拖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嘛 到再三个月以后 继续拖 哎呀 我们又进展了嘛 继续给我们拖三个月嘛 无限期的拖 无限期的拖 最终拖到川普下台 是吧 就这样 中共又获得了 中共又获得了 这个机会 所以很显然 这里就要看 美方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于2019年 中美贸易战会怎样走向 完全取决于美方 它是要中共彻底的投降 丝毫不妥协 说到做到 还是川普最后认怂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 它出卖了美国的利益 签了一份 毫无兑现的承诺 与中共进行勾兑 就跟中国加入WTO一样 美国呢 宁愿好像又要想被欺骗一次 这就看美国怎么去做 但是我认为 这届政府 即便川普他想投降 美国白宫里面的其他官员呢 都是不愿意投降的 不愈能够彻底看出 中共的本质的 比如说像莱特希泽 这是主导 这是贸易谈判的 一个主要人物 还有像纳瓦罗 他写了致命中国 这一本书 他对中共的体制 中共的一些贸易 不遵守贸易规则的事实 他看得非常的透 所以包括美国 国会里面的两党 包括民主党 对于中国问题上 也是一样的强硬 刚刚上任的 民主党的众议员 民主党的众议院院长 佩洛西 南希佩洛西 他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人士 虽然在一些理念上 民主党跟共和党 是在具体的一些 国内政策上 就有强大的矛盾的 比如说建墙什么的 但是在反共上 民主党 他不仅没有比共和党弱 在人权 这些反共的一些问题上 民主党 甚至有些地方 要超过共和党 尤其是像南希佩洛西 这样一个极端反共的美国政客 我们知道 南希佩洛西 在六四时期 他做了很多事情 有传言 在六四期间 还被中国政府拘押过 那么 只不过呢 民主党呢 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呢 他并不是这么支持 川普的关税政策 但是对于 全面对中国的制裁 和冷战呢 他是不变的 这个南希佩洛西 他当了众议院院长呢 绝对对中共 是一个非常坏的 总体而言 川普如果他想妥协 美国的白宫其他官员 以及美国的其他政客 他们都监督着他 美国对于中国 这种不公平贸易的行为 这样的日子啊 这种容忍啊 这个时代呢 实际上已经是过去了 那么2019年 无论川普政府 对于贸易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强硬 那么中国呢 首先是肯定 不可能正正的去兑现 他的结构性变革 中共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他不可能去兑现 而主要取决于 美国是不是愿意接受 这样一个不能兑现的 一个承诺 尤其是川普个人 但是即便川普个人 接受了这样一份协议 那么贸易战也许可以缓兵 可以缓 休战一段时间 继续往后延长 但是总体上 中美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可能恢复到过去了 而中共呢 它也将面临 自从建政以来的 最大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对2019年的 贸易 中美贸易战呢 这个总体变化趋势呢 总体上呢 是不抱乐观的 无论3月1号 以后呢 会不会 把25%的关税加上去 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加上去的关税 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那即便如果川普 接受这样一个 口头上的协议 那川普可能 他的支持率也会大受影响 这主要是看 美国政界 对中共的认识 是怎样的 美国的政界 对中共欺骗的这种 谎言的这种方式呢 已经看透了 尤其像 共和党里面 还有 纳瓦罗 莱特希泽 尤其像 卢比奥这样的 彭斯这样的 政治家在 所以 2019年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对中共来说 是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 劫难的年份 那么对 中国人民来说呢 或许呢 能够看到 自由 的降临 能够看到 天亮的时刻 但是 但是即便 2019年 天没有亮 我们也 并不能 失望 因为 中共走向末路 已经属于末期 是一个事实 只是 我们还不知道 具体不能精确到 这个末期 是多少长 是几年 几个月 几天 但是 它已经 进入了一个末期 进入晚期末年 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